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萬萬沒想到前幾天一個小PO文 居然引發這麼多的共鳴 我當時做1999的影片的時間點 都已經是在陸服開服那時候的事了 當時也沒講那麼多關於代理商的屁事 那這邊就重新講講關於模塊遊戲的Q&A 如果你不想看影片 可以去我的YT社群或者FB找文章閱讀就好 然後之前其實已經有寫關於 原廠跟代理商的相關文案了 本來想趁這個機會放進來 但發現這樣一講會太長 所以還是改天再單獨做一集吧 那比較簡化的版本可以參考右上角影片 首先根據可以查得到的公開資料 可以非常明顯的得知 模塊遊戲的本體為易幻網路或者EFON 其母公司為中國的無錫寶通科技 另外也還有其他對外的經營品牌 不過就不在本次的討論範圍 這邊先糾正一下我常看到的一個網路錯誤謠言 多少人都會提到 模塊遊戲是騰訊的子公司 確實騰訊旗下有一間名字很像的魔方工作室 但根據中國的企業工具追查 模塊遊戲的上游以及母公司 都沒有與騰訊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股份關聯 甚至官網公開的年度財務報告書 這種細道可以查到目前對外的子公司 品牌名稱、據點等 包含分論金額、股權架構等 都沒有提到騰訊兩個字 這間無錫寶通科技 雖然比不上騰訊這麼大 但也是間不小規模的企業了 我也可以很明確地講 騰訊這種級別的中國企業 只要有動作收購誰 肯定都是祖宗18代跑出來解購啊 甚至我在查相關報導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把這兩間綁在一起 而有意思的是 像是巴哈這篇文章 轉貼了一個來自其他網站的資訊 裡面寫了 模塊遊戲是騰訊的旗下子公司 但我們點進去細看就能發現 這沒有任何來源依據 就只是一段文字介紹 而其中他對於一方遊戲平台的介紹 又很明確地提到過往跟寶通科技 但這邊怎麼丟不寫 寶通科技是騰訊的旗下子公司呢 這樣前緣後語才對得上吧 然後再看一下關於騰訊方面的介紹 裡面就只有寫到拳頭跟被錯誤引用的模塊 那不妨猜猜猜看Niggy 目前台副代理樂庫科技是誰的好了 甚至與騰訊合作作為親密的Garina 也沒有在上面 顯然這個網站撰寫的資料非常的困乏 也缺乏可佐證的相關來源 只是隨便網路818就當科普寫 那這跟林偉凡差在哪裡 而目前騰訊自身有穩定的海外 以及台港澳的發行關聯品牌 持續穩定的經營現有品牌 才是他們目前的商業策略 而且他們家在中國 也是具有壟斷地位的社交優勢 因為很多的高層 都是在這些大公司跳來跳去的 所以有些業務上的合作其實非常正常 當然還有出現反骨的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另外收購具有一定規模的事業體 肯定會遇到各方勢力的博弈 看看光暴雪 他的收購就能搞多久了 不過保持戒心是絕對沒問題的 遇到壞的就罵騰訊就對了 不接受反駁 而且廠商就算有能力去經營遊戲 可能評估風險跟利益後 覺得不如交給別人 自己爽爽當個翹腳房東就好 舉例來說 SE的尼爾是給與B站關聯密切的小萌來代理 剛練M則是找騰訊的好基友Garina 但應該也不會有人覺得SE 是B站或者騰訊的子公司吧 再來提一提這件1699的開發 生產互動 創建人週見 是承認值於中國百田的副總 當初有帶隊負責的相似食物語 造物者法則 後來食物語19年9月公測 陸服是交由騰訊代理發行 而週見本人也在隔年3月就離職了 於是有了後來的生產互動 並在2022年10月獲得騰訊的投資 另外雖然投資比例不高 但其實該公司還獲得像是網易 櫻角 幽星等間接投資 只是都被騰訊的光環帶過了 雖然週見本人對開發佔多少的重要性 這邊是不得而知的 但不得不說 真的是有不少人在離開原本的公司以後 反倒闖出一片天的 例如像是明日方舟 幽星網路 Marblesnap 另外提一提百田旗下的造物法則 這款在2017年台服上架 當時台灣的代理是真好玩 不過真好玩的最大的本事是應用遊戲嗎? 不 是掏空啊 所以遊戲早早就掰了 去年還出了一款Bug多到滿天飛的 吞噬天地3放置版 我當時也是玩的莫名其妙 但想想 畢竟錢都被挖走了 最後有這樣的成品 也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遊戲的品質是帶給玩家體驗 命運的心態則會決定玩家的底線 那我們回到模塊遊戲 在這個名聲廣為人質之前 該公司最早是在2012年 以易幻在台灣經營代理遊戲 也就是一放遊戲平台 當時在台的時候 是以暈期互動合作較為密切 這點也可以從官方FB來佐證 不過當時的新聞媒體 反倒是比較寬容一點 很多代理遊戲都是直接各種亮底牌 不會像現在長東長西 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殼公司 而且當時那些公司 也都會是以僑外資的方式來設立 其實還是比較好辯論的 一放前期在台 還有跟伊凡達科技 以及經濟科技等廠商互相合作推廣遊戲 在當時也稱為三一集團上了新聞 而其中這位CEO蕭依廷2018年還跑去搞什麼區塊鏈遊戲平台Motion 不過當時因為說環境打壓沒有做起來 2020年又跑去上海跟人合夥開了一間魚萬科技 專門搞無人駕駛的掃地機器車 也是一個挺神奇的台灣人 另外我有看到一個網路來源 裡面只說其實伊凡達也是易幻的子品牌 不過我自己的解讀是認為 早期這些大陸公司 以投資的方式進入台灣市場 雙方應該也都是正常的經營合作模式 只是後期不是被蠶食就是架空 也不會獲得太多操作空間 雙貓對合作的定義肯定也有所不同 你蹭我我蹭你也是個正常操作了 而且台灣一直都存在 大家都知道 但不能公開說的秘密 你如果表明自己是某間大陸廠商的企業 就等著上法院吧 不過不知道是長久合作的經營太臭 還是因為伊凡因為2016年被收購後 逐步調整業務架構 最終殷勤互動在2021年交棒給模塊遊戲後 該公司都退居幕後 直到今年解散 不過公司的負責人並未變更 總之各位只要知道 伊凡等於伊凡遊戲平台等於模塊遊戲就好 而這件伊凡在台灣推出的遊戲也是挺多的 絕大部分也都是代理居多 在目前模塊的官網上是列出14款 不過這顯然是不夠看的 我會足以列出該公司早期的7款作品 帶大家一起回味他們的過往 看各位過去是否落入他們的陷阱中 我在查找資料的時候 很多遊戲都是無語謹停根 連官服公告都沒有 這種擺爛的前科 真的是從蠻早就開始養成的 以美管遊戲的出生跟死亡日期 如果有找到的話我就標記上去 或者就是以FB最後的更新日為主 畢竟都不更新了 也就只是進入臨終關懷等候通之罷了 畢竟不少遊戲都有點歷史了 多少會出現資料不完整的狀況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歡迎留言補充 感謝啦 最早的作品就是2012年的 《重裝武士昂賴》 這款真的是撐很久的作品 算是靠早期手遊市場稀缺的紅利撐下來的作品 假的後來有一直進化下去的話 現在應該也不會陣亡了吧 魔卡幻翔 亂視覺 這款真的是骨灰級產品了 現在還活著 雖然FB已經停更很久了 但官網還是在動 到底是誰捨不得離開啊 我叫MT繁體版 這IP真的不知道在紅什麼 一堆換皮板垃圾 情機 怪物Cross聯盟 這款各位一定要去找他的廣告來看 那龐培佩音真的太靠北了 《大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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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雕霞驢》 這款是當年的重點產品 大量投放宣傳廣告 而且當時的開發完美世界 也算得上前列的研發廠商了 在換皮遊戲還沒有成為常態的現在 廠商靠齒超驚 是真的比現在簡單的多啊 然後這遊戲在FB最後的遺言 是被網路攻擊 我看到的時候真的快笑死了 再來是2014年 《羅莉聯盟》 《巨砲聯隊》 《創世紀》 《仙國志》 《崩壞玄人2》 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米家遊戲被代理 不過那時候他們才成立第二年 但也可以反映出 廠商是把眼光放得更遠 還是只是白亂想自己爽 就在這邊出現分歧點了 縮圈開始的時候 沒實力的人就準備倒下 《鳴將爭霸》 《鬥陣三國》 《英雄召喚》 《赤神黎明》 LINE真的是一個比較奇妙的遊戲平台 雖然台灣用戶的使用量大 最終卻沒有成為像微星那樣 變成具有壟斷地位的遊戲推廣平台 台灣還是習慣使用雙平台為主 《主公狼賴》 《臥虎長龍》 再來是2015年 《天龍八部3D》 廠商是真的很喜歡用金庸這個IP 改編做成遊戲 但每款的下場也都不怎麼樣 這款當時還有抽房子的活動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作假成分就是了 不過能參與的話 應該也是個重量級課長了 貢獻上千萬 廠商才虧個500萬 這部宣傳想想也是挺划算的吧 《魔獄天堂》 《大主宰》 《永魂的誓約》 《萊》 《銀陣》 《大風2 流金歲月》 這個遊戲還蠻好笑的 曾經因為廣告惡搞的魏英聰 被對方提告 然後登報道歉 我是沒有找到那個廣告來源啦 想想現在一堆迷嬰被用來用去 好像也沒看到誰因此被告過 果然是時代變了 第一神劍 《六龍玉天》 這邊我們再來插播一個新聞 該新聞報導 依放遊戲平台在大陸的員工 疑似透過後台 遠端買賣寶物給玩家來牟利 這邊也可以印證我剛說的 實際上與他們合作的台灣代理商 能掌握的權限是十分有限的 大多還是有中國廠商把持 而且居然已經知道資本是來自香港了 卻沒辦法繼續追查下去 這也是挺溜的 反正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 可以 這很台灣 《妹子2》 那我們進入2016年 霹靂傳奇 夢想星辰 風雲 權力王座 靈狐仙境 劍霞情緣手機版 73G真的是靠一款IP吃到死啊 搞得夠久就沒有對手 正宗竹舞團手機版 2017年 獵神 龍之谷 無盡之戰 這款讓我蠻意外的 我之前在做龍之谷影片的時候 居然沒有發現 不過這次IP出的手機版 都已經鋪接了 也希望未來廠商們 別再出什麼正版授權了 雅雷斯 戰神世紀 夢幻珠仙 手機版 蜜海冰年史 海賊的暴險 天下3D 夢想商店街 九世狂戰 2018年 龍銀澳天 足球經理遊戲CNM 這個遊戲目前已經沒有台服了 十之契約 但這個遊戲在2022年時 已經轉移給原廠翻堂負責 就是最近貓之城那間廠商 某方面來說 這個廠商可能還是有點良心吧 至少願意收殘根聖飯 目前也是我保持在更新 劍之榮耀 另一款足球經理遊戲 UFC 冠軍球會 玩法跟上一款是差不多的 目前還活著 但主要代理商也已經不是一方了 接著 從這個時間開始 我們正式進入大魔塊時代 武林外賺M 這款遊戲當時找了很多網紅藝人來打廣告 什麼館長啊 統神 泱泱溫泥 成本真的是下好下滿 但這個遊戲 還是跟他的兄弟姐妹一樣 被人們所淡忘 我叫MT4 龍藥 OK 又是一款MT 那講到這裡 紅心辣椒在去年也有上架一款 我家MT 經典在線 但不出意外的 他在今年4月已經官服了 而且在官服前 居然開了新服 來削最後一波 果然心夠黑 才能夠賺大錢啊 那我們來看看接著的蔚藍色法則 是否能給紅心辣椒帶來第二春 接著2019年 俠客風雲傳昂賴 十字歌 無盡之師 妖神祭 一望之境 新入鼎祭 後來改名成大清天下 AOD 龍之怒猴 再來我們進入2020年 食物魚 一直有人說這款之所以還活著 是因為當時的底子打得非常好 不然照這個代理商的狀況 應該遊戲早就倒了 命運法則 無限交錯 炎喜攻略之鳳凰魚飛 這款很明顯是想趁電視劇IP的改編之作 但這類正版授權 最後都是不意外的去到了他們該去的地方 就像8月底開服的慶雲年一樣 入服都已經涼到底了 廠商該不會指望靠台服能夠活下去吧 還是期待第二季開播後能讓遊戲御火重生 我如果是廠商的話 還不如出下一款慶雲年2還來著實際點 王國KINGDOM 戰爭於盡 2021年 曹歌風神志 新夢境連結R 我看到有人提到模塊都特別會提到這款 要稍微來講一下好了 該遊戲為中國龍泉風暴開發 老闆早期是靠一款數值卡牌遊戲 拳皇酒吧 終極之戰Online起家 讓他名利雙收 還獲得了不少大廠的青睞 並成立後來的龍泉風暴 公司是在2017年成立 在前兩年的時候還算正常 但這種過早成功的光環 讓他得了大頭陣 後續出現自信過度 控制欲強 尤其對遊戲的理解非常的慣老闆 就如果你待過一些規模燒大公司 就能理解 那這邊再舉一個小故事 一群平時就不使用APP交易消費的老人 關門討論這個APP應該怎麼做 甚至也沒有去參考市場當時成功的模型 花了大錢結果搞了一個試不像 後面又花了更多的錢去推廣優化 真的是一個非常四倍公辦的成功商業策略 也因為老闆超派的經營風格 導致19年夢境連結在陸服上線前 內部早就開始崩盤 外加還與合夥人有股權的紛爭等 導致不少核心成員離職 而其中一名離職的員工成立了二元互動 搞了一款藥籤旅人 去年9月陸服上架 被陸服的玩家發現 遊戲中的福利 對比外服是直接砍半導致被延上 到了今年1月大概是銀收沒達預期 所以就宣布停更了 後面還說要調整重做這個遊戲 之前遊戲內數據也不會轉移 等於當時花錢玩家都像個傻子 參與了一場大型三檔公測 魔鬼未來好像也要代理重做的版本 反正到時候看到的話就壁雷散開吧 總之龍泉風暴 後來做了幾款遊戲也沒有大賣 導致陷入債務危機 欠薪不支付 投資人撤資 現在公司的資產也被凍結 老闆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跟死人沒兩樣 而且其實按這個老闆做遊戲的邏輯 他如果沒有大量資金搞買量玩法的話 是很難在現在的市場上活下來的 而這種罹患大頭陣的也真的不是少數了 例如前陣子開放山側的少女前線追放 也是在步上同樣的老陸 也印證了那句名言 歷史給我們的唯一教訓 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的教訓 那再談回到夢見連結 早期入版是在2020年4月7號上架 但因為是違反套用別款遊戲的綁號 所以被迫在4月26號下架 台服的話則是在2020年的2月26號開服 當時是由曼巴呼籲代理 更年1月丟回給原廠 但原廠撐到3月10號還是挺服的 後面就是由模塊遊戲裡重新接手 在6月1號上架 然後號稱是什麼日服團隊營運 但那邊其實也是你一放公司的人啊 左手換右手根本毫無區別 而且跟原廠也沒有辦法關係 而且我也相信模塊他們不會不知道 龍泉風暴內部的狀況 別人為何選擇在這個時機退場 怎麼可能不去探聽原因 充滿各種問題的公司加只會草短線的代理 當然可以預期這個遊戲的死去 只是個早晚的問題 最終遊戲不管日服台服 都在2022年底宣布官服 那順便講一下一放在日本的遊戲 從夢境連結以外 還有《命運的法則2》 《終魔戰線》 《實逆》 《今天也被迫拯救世界》 《異世界幻想》 《遺忘之境》 《寫無則》 以及目前推出成績最好的作品 上個月的《馬賽克英雄》 光上個月跟這個月的預估營收 就能抵前面那幾款的總累計營收了 但這種休閒數值的卡牌 都是短線爆發 也不會有後期上漲的狀況 例如台服是在1月公測 整點營收曲線也是不斷往下探底 韓服6月上線後也是跟著衰退 當然本來這種產品就不是主打長線規劃的 對於一方而言 根本就是契合度100%的神機產品 那我們回過頭繼續盤點 狂暴三國 這是改編至Fellcon旗下的IP作品 關鍵字 正版授權 開發商的上一款作品 是2017年上架的《霞無語》 不過在2019年也已經官服了 接著我們來到2022年 DK Mobile 英雄貴來 這在我蠻早期的影片中有講過 本質上就是一個天堂like的玩法 當時還找了很多人打廣告 但問題就是 它是個連韓國人都不怎麼買賬的遊戲 但廠商常常又會包裝成什麼超人氣的韓國作品 但最後結果嘛 韓服在今年1月已經停服了 就看台服什麼時候發公告了 巨商M 傷到天下 也是個IP改編作品 跟三款一樣 又是標榜什麼韓國超人氣作品 週末陣線 伊諾貝塔 最近怎麼老提到這款遊戲啊 反正陸服已經宣告陣亡了 就看廠商什麼時候偷偷收掉吧 新劍俠世界3 福生幻境 勇者不怕地下城 魔力寶貝 新世界 2023年 空之島 失落王國 AOA 神之怒 雅典娜 重返未來 1999 這樣一路從2012年盤點到2023年 總計台服約上架了至少72款遊戲 遊戲我可能沒有計算到 實際上或許會再多一點 不過重點幾款遊戲都有提到 不少去年代理的作品我都有介紹過 各種道素材打垃圾廣告也是基本操作了 什麼光追啊4K啊 元宇宙耗時幾年幾億幾千萬之類的 真的是卯足進的給玩家餵死啊 但你說他們賺錢以後有什麼進步嗎 有開發出更好遊戲嗎 有讓玩家體感變好嗎 貌似也沒有吧 我看還有人同情小編沒有工作 我真的是快笑死了 有沒有可能 廠商不做死就不會死 大於篇幅會太長 我就不再去列出 異幻或者模塊過去的黑歷史了 因為真的是多到靠北啊 我一路做資料下來 要找到一款不罵你的都很難 絕大部分遊戲都非常的短命 能善終的也只是少數 不是連通知都沒有 就是放著等慢性死亡 反正伺服器開著 什麼都不做 還是會有錢進帳 等到大部分的玩家都離開了 罵的聲音就會小一點 再回頭去看你溝網的簡介 致力於為玩家提供 最有趣最快樂最優質的遊戲體驗和服務 你要確定耶 怎麼感覺好像是給韭菜最好客 跟最XX的服務啊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FB會推給我一篇關於1999的討論文章 那這邊就不貼出處了 那事先聲明啊 並沒有要騷他的意思 只是在看完以後 會讓我覺得 這是在偏向檢討玩家 覺得玩家跑外服 是因為福利 直音 對某國的偏好等 並且只是在討論 某類產品 對應某類玩家的偏好問題 但就都媽得 所以我說那個代理商呢 如果沒有加入代理商的討論 根本就沒有閱讀的必要啊 既然是作為一位從業者 分析能撇開代理的過往歷程 這也是挺溜的啊 也是一個神奇的受害者推論 還是說這才符合台灣市場的流量密碼 目前來講 普遍玩家針對的是 模塊遊戲這間代理商 而不是全部的代理商 如果換個代理 或者真的只是原廠搞跳板進場 我想多數人可能也無所謂 而且其實很多營運商的爛事 如果放在大陸市場 大概已經被幹死200回 吃土豆吃到飽了 也難怪這些廠商會拼命出牌割韭菜 而且也別怪玩家 為什麼每次看到這些大陸遊戲 跟某些代理要先反感 你要玩家在一鍋老鼠石裡面跳一粒米 這誰看誰頭大啊 那再來聊聊1999的開服前的事件 10月23號當天 官方以深藍的開發組名義發了一篇公告 表示我們不同地區的版本內容 福利都是一致的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你不要去跳外服 首先明確標榜為深藍的代理 就只有國際服跟日服 韓國的話則是由另一間中國廠商 HowPlay代理 這間在台灣有代理其他遊戲 不過這邊就不多提了 這邊我舉例啊 像陳白鯨魚好了 他們是由C3G代理全球發布 所以像推特社區的三個帳號 都是關聯在一起了 消息也是同步的 同理你看1999 他在推特兩個帳號也是同步的 也會同時發布像是 開服前的直播 福利 貼圖 遊戲等相關資訊 回過頭來看台服 基本上就是個孤兒 但未來會不會提高待遇 田知道囉 除非玩家真的團結起來 三天兩頭就去燒廠商 不然大概後面就是廢文公式 看收割差不多了就給你斷根 運氣好一點的話可能原廠還會接盤繼續這樣 不過後來在公告幾小時後 這篇文章也被刪除了 一下集點是個人的不負責任推測啊 首先第一個可能 造成反效果 本來官方以為可能夾帶原廠兩個字 同版本的內容福利 可以打消玩家們的顧慮 但結果卻往官方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 反倒讓更多人想逃跑 甚至連官方自己經營的社群也要下場洗地 我早期也當過某款遊戲的管理者 基本上只要不白目違反版規的話 任何遊戲的相關討論 我都不會去管你 而你這樣特意的去控評 只會讓人覺得非常的噁心啊 而且說實在的 這種官方自己出來開的社團 我只能呵呵了 再來第二點 違反商業條款 冒名使用了開發組的名義 然後可能被對方警告 別看雙方有合作就是朋友啊 實際在商業上 彼此還是競爭關係 可略裡面可以玩的條款項目太多了 白者黑之障 並不存在什麼情理道德 朋友不朋友的 假設你有帶過類似的假方公司 就知道乙方從來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只要想到辦法都可以來搞你 盡可能從你碗裡撈點湯水出來 正面講一個小故事啊 以前某A品牌簽約給B代理 B的業務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 上網抓了一張A品牌的產品宣傳圖來使用 結果就被A品牌的版權方告了 並且下架賠了一筆錢 有人說它會不會像是某些遊戲 表面上是掛代理實際上為原廠直營呢? 我認為機率不高 因為正如我前面說的 模塊遊戲 它已經是一間體制非常完整的發行公司了 也並不像義亨、艾瑞爾等 這種很明確是一間行銷公司 跟上架後的營運完全不沾邊 而且可以參考該公司公開的最新業績說明 跟財務報告 他們也都有像我剛提到的日服馬賽克英雄 以及台港澳區的1999列入 話重點 台港澳區 假設如果真是直營的話 也不會特別需要列出一個支付款項給生蘭了 表明雙方就是個明確的代理關係 而且在該公司的財務報表中 也沒有把生蘭列在子公司的架構內 當然我們還是要講個現實層面的問題 雖然逃離而魔快 代表外服一定會好嗎? 這也不一定啊 這間代理爛 是因為有歷史可以去判斷 而另一間卻是第一次跑外服 成為一個沒得選的選擇 外壓這個遊戲其實是偏小眾向的 既沒有IP光環 也沒有能讓玩家嘎嘎客金的美色 或者能靠賣數值PVP牟利 尤其在XP非常奇妙的日本來說 這款遊戲顯然並不討喜 舉例來說好了 日本這陣子突然流行那個什麼合成大西瓜 這遊戲其實就非常的抽象了 在日本的直播效果非常好 但在台灣的話就一般般 反正我們認為1999的成績 只要能持平無情迷途的話就該偷笑了 有時候你說人嘛是喜新厭舊 但像一款已經10年老妖怪 購物彈珠卻還是在日本屌賺 這個月的營收也是大漲一波 那其實反過來看這些代理商 只能說台灣人到底還是不夠團結 畢竟廠商都是玩家們養出來的 看看咱們的盤橘子 它調去率有差嗎?被告有差嗎? 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尤其那些已經花重金投資的人 根本捨不得離開啊 或者像某個重生的希望M 念念不忘 開服前也是不斷跟玩家說 我們會改啊我們不一樣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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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開服後呢還不是繼續搞事 相信玩家你們就繼續相信吧 再來也別去指望 一個代理商能給多少福利的 生意冷嘛 畢竟還是要賺錢的 哥給你一塊肉 可能就要少一輛勞斯萊斯了 況且福利問題我最近也講過 像這種代理的入版遊戲 只要你福利有過大的差異 肯定是被燒好燒滿的 而且這類代理商的終極目的 就是鎖定那些消費力高的課長 把他們導到自家的課金系統 避開雙平台抽成提高獲利 當然如果你覺得遊戲嘛 玩完就好 反正玩沒多久 我就氣坑去找下一款了 管他誰代理 有差嗎?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聊的 思考角度跟出發點都不同了 你的價值觀不代表他人 同樣我的價值觀也不代表你 不用互相說服彼此 我們都不用妨礙別人去做選擇 只要不要等到自己被割爛才來靠杯 抱怨廠商爛 抱怨代理商爛 抱怨各種爛 都是LAND問題 我的選擇跟判斷肯定沒有問題 反正這些廠商 不會是第一間 也不會是最後一間 割爛了一顆又一顆的韭菜 爽了廠商爽了業配 用戶被割爛敢廠商屌事啊 當然也不干我的事 我可沒這麼偉大的道德情操 就只是對有緣來我頻道觀看的朋友 友善提醒兩句 必當樂著分享 畢竟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嘛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